春节临近,大陆在防疫上基本是放开了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 就在这个时候,两岸很多网友热议小三通 当然我们又在大陆查到任何的官方说法 既对小三通到底开不开有任何的解释 但是通过网络得知 大陆普通网友,台湾的一些政客等人都曾表过态 其中,苏贞昌的抢要说 在大陆引起了轩然大波 苏贞昌担心,如果小三通恢复 那么很多大陆人可能会挤兑台湾的医疗资源 主要还是针对抢要的 退烧药,消炎药等等药品会被瞬间抢空 我个人理解的是 小三通的恢复,长远来看 对两岸有需要来往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而对经济的交流和促进也有积极的作用 我们不应该过度的解读,过度的担心 当然了,抢要说也值得商榷 小周有必要跟台湾人讲一下现在大陆的现状 因为我们通过油管,通过推特 看到的很多都是不真实的 有一些是编造的,有一些报道则不够深入 因为毕竟很多人是接收爆料 接收大陆信息转发的 而非自己亲身经历的 客观地讲,目前的现状是 所有人都是期待开放的 但是政府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 撤掉了核酸小屋,并减少核酸检测 提高检测费用 目的很明显,就是让大家尽快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但是学校、政府、各事业单位 以及行政单位都是外松内紧 一些单位没有24小时核酸 根本不让进,政府单位管理的相对更加严格 学校呢,是这样的 大学和幼儿园很多地方已经放假 没有放假的中小学每天核酸或者隔天核酸 并未发生所谓的医疗挤兑 可能放开的时间还不够长 这个还有待观察 社会面出现阳性的人数逐渐增多 但是第一波的买药高峰已经过去了 特别是抢退烧药的 抢制咳嗽药物的 消炎药物的 各家各户都买得差不多了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些药物都是不管用的 但是出于心理上的安慰 还是购买了各种抗病毒的药物 特别是一些专家建议的药品名单 普通人都买了 当然小周也备足了一些 早在药涨价之前买了一些常用药 同时也买了一些进口药 因为我本人是不相信国内的一些药品的 在美国驻华使馆 对在华的美国公民发出物资储备之后 我就准备好了 至于小三通的开放 跟抢药联系在一起 的确有一点政治化的意思 我个人推断 即使放开了 小三通恢复了 也不会有人去抢药的 因为药物肯定会出现过剩 有能力的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早就代购了 没能力的就买国内的药 而且现在加快生产 所以等到小三通正式开放了 不太可能出现再次的抢药潮 但根据中国大陆报道的台湾媒体的报道来看 好像已经把这个东西夸张化了 台湾那边我不知道什么反应 估计多数人也没有什么感觉吧 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 摆不上台面 而我们这边的媒体 似乎把抨击台湾某一党派放在了第一位 他们说 台湾的Yahoo期末 13日起 进行网络民调 截止到13日晚间 11时30分 已约有11800人参与投票 对于你是否赞成重启小三通 有54.5%的民众认为非常赞成 有15.7%的民众认为还算赞成 有9.2%的民众认为不太赞成 有10.6%的民众认为非常不赞成 有10%的民众则认为不知道 或者是没意见 该民调也调查了你认为 开放小三通会对台湾本土疫情造成影响吗 有13.3%的民众觉得影响极大 22.5%的民众是有所影响 33.7%的民众觉得影响甚微 20.6%的民众觉得毫无影响 9.9%的民众则觉得不知道或者是没意见 另外台湾中央社报导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3日 在台东参加感恩茶会 针对提问对小三通的看法时表示 国民党绝对支持小三通尽快恢复 也希望两岸直航航点更多 对于苏贞昌所谓的大陆会来抢医疗资源的这种说法 朱立伦直接批太荒谬 他指出 在全世界都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 大陆若需要医疗资源 台湾当面应尽力协助 怎么会用反面的角度说 因此而不开放小三通呢 朱立伦指出 民进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意识形态政治化 因为开放小三通最大的方便是台湾民众 这么多台湾同胞在大陆经商求学 为什么要受到这么不方便严格的阻碍呢 唯一理由就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作祟 参考消息网也引用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指出 民进党在今年县市选举中惨败 书贞昌请辞货未留后继续操作抗中保台牌 不但未能考虑台商返乡需求 持续拒绝重启两岸小三通 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还严禁公共部门使用大陆主要的影音平台 意图要提高两岸对立氛围 报道指出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 尚未开放大陆民众赴台观光 仅有商务探亲与奔丧可申请入境 联岸旅游仍受到管制 目前大陆台商台卷与台生 仅希望明年1月先启动小三通探亲专船 满足春节来往探亲的急迫需求 书贞昌静说小三通若开 恐让对外民众来台抢要被在野党质疑是刻意带风向 小周认为 无论是国民党说民进党还是民进党怼国民党 在台湾也是很平常了 而在大陆则被视为非常乱的政治生态 所以很多媒体就利用这一点 把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互怼 互相攻击互相指责 告诉我们制造一些舆论 反正最后只要说台湾的政客 为己谋利就行了 大陆人太好骗了 制度不同言论不同的前提下 很多大陆人是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的 所以确实感觉也是挺悲哀的 我就在想为何不能为两地的人们想想呢 有需要往来的 探亲的 旅游的 工作的 给予人家方便 不加限制多好呀 没有必要什么东西都往政治上搞 虽然看起来这不太可能 但至少是为他人着想的 而不是为自己的政治而服务的 您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游侠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